大家好,这套课程是讲如何使用WPML插件为Wordpress做多语言网站 这也是我们的第八套课程了 首先说下WPML的作用 WPML可以让来自不同国家语言的用户 在你的网站上切换不同的语言来访问 网站上显示的不同语言 这个效果就是用WPML做的 简称多语言网站 那么什么是WPML呢 WPML是一个Wordpress的插件 它是专门做多语言网站的插件 它只能用在Wordpress系统上 兼容绝大部分的Wordpress主题 另外这个插件是付费的 具体价格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买WPML教程的同学可以送一个网站的WPML官方正式授权 下面说下这套课程有什么没有什么 WPML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第一要有Wordpress基础 Wordpress的下载 安装和使用方法 这套课程是不讲解的 WPML需要先有Wordpress 然后在搭建好一个网站之后 再用这个WPML插件做多语言网站 关于Wordpress基础的建站知识 请看我们的另外一套免费课程 Wordpress基础建站教程 第二大家还要有Wordpress主题的使用经验 Wordpress有很多不错的主题 都支持WPML 比如说Avata主题 BeSim主题等等 关于主题的具体使用方法 比如Avata主题的使用方法 Be主题的使用方法 我们有单独的课程讲解 这套WPML课程是不包含的 第三这套WPML课程主要内容是讲 如何做多语言网站 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用 Wordpress加Avata制作的中文网站 如何搭建一个英文版本的网站 比如网站的首页文章分类 侧边栏页角等等都变成双语的 具体内容请看我们这套课程的目录 第四这套课程是在线教学视频 讲解WPML的使用方法 不完善的地方请大家给我留言 最后说下这套课程的其他说明 本课程是以Avata主题为例 一步一步讲解如何做多语言网站 这是一个WPML的通用教程 其他Wordpress主题也适合 是一套关于WPML使用方法的教程 我们这个课程不讲编程 尽量不涉及修改代码 我们这套课程讲解的是 企业网站实现多语言占 暂不涉及WCommerce商城的多语言占 网站使用的主题最好是支持WPML插件 很多主题对WPML都做过优化 如果你的主题介绍里边没有提到WPML 也可以使用 WPML插件兼容很好的 课程主要内容现在已经完成了 以后会不定期追加新内容 这套教程会带着大家走一遍制作流程 看看如何用WPML做多语言网站 以及制作过程中会经常遇到的 哪些问题 帮助大家节省研究的时间 具体涉及到的内容 详见课程目录 课程介绍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